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兔子 大半夜的拉我入梦就不说啥了 可你好歹整个美梦了 我这不是大摆锤就是小尖刺的 而且除了这些 他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找符咒的破任务 其实这些都不是让我最生气的地方 让人最恼火的是 符咒找权要走的时候 这兔子居然在回去的路上放了一把火 说好的找权符咒让我走呢 现在呢 晚上火了 我算是明白了 人与玩偶之间不能谈信 你以为就这样玩了吗 还有让我更想不到的 那就是等我把火灭了可以往回走的时候 又被这兔子摆了一道 这次我没有任何防备 只是自顾自的往前走 然后咔的一下 这家伙就变神了 给我来了一个双重贴脸上 不过索性的是被他这么一下火 总算是让我从这个噩梦里醒过来了 睁开眼睛仔细回想了一下 之前发生的这些事 原因好像都是霍普先生本体玩具 半夜失踪造成的 想到这里我决定去问一下好友Moley 因为我们是一起获得的玩具 而且他平时就有个坏习惯 永远都是觉得别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于是我赶忙火急火燎的跑到他面前 问了此事 想不到没等我说完的 他一下就炸了 说什么他已经有熊猫玩偶了 怎么可能会拿我的霍普先生 我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啥的 最后我也火了 回了他一句希望你能像个女士一样 刚听我说完这句话 他有点懵 紧接着反应过来了 冷风了一声 一句话也没说拎着熊猫扭头就走了 这时候旁边一直没有参与我们争吵的依萨讲话了 对我说你应该去道歉 可能我自己也觉得刚才那句话有点过分了吧 还有也是不想失去Moley这个朋友 所以我决定追上去跟他道个歉 这样矛盾就化解了 但是让人细思极恐的事情发生了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Moley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楼上楼下哪里都没有 尾声间我都去看了 愣是一点踪迹也没发现 不过倒也不是一点发现没有 这不在图书馆就让我遇到了Moley的同桌 Billy上去简单询问了一下Moley的下落 结果得到的回复让人有点抓狂 这小子说他知道Moley在那儿 但是不告诉我 除非我帮他把被没收的篮球偷出来 听他叨叨完我真想给黑嘴巴 但是没有办法 我一个女孩子也打不过人家 所以只能硬了头皮去帮他偷篮球了 来到修女的房间 修女在看书 直接过去拿钥匙肯定会被发现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推倒柜子上的雕像 蹲下 修女过来了 咱们跑过去 蹲下 修女回来继续看书 我们推凳子 推凳子 蹦起来 再蹦一下 钥匙倒少 然后再推倒这边的雕像 蹲下 修女又过来了 321跑 这钥匙拿的简直不要太轻松 现在打开仓库的门 拿球 这回就可以去奔 这兔子不单单是在梦里吓唬我了 怎么现实也开始掺和上了呢 虽说是大白天 但是刚才那一下 谁能受得了 谁能 我就问你们谁能